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他内心所隐藏的这些感情 那些心里想过但是又没有说出口的关于你还有关于你们 那么今天的占卜呢是分为就是说几个部分吧 我们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用这种斯密斯韦特塔罗来看 就是说他对你隐藏的感情和想法 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会有这种字卡啦 他内心的一些小内心小剧场 内心的一些对你的就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小对话 我们来看看他在内心跟自己或者是想对你说些什么样子的话哦 然后我们最后第三个部分呢还会来看一下就是宇宙对于你们的这段感情关系 还有哪些指引信息啊可以给到你 OK那我们今天哦啊就是跟往常一样啊 也是提前帮你们就是收集了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 就放在了你面前的这三组排塔里 啊我们从左往右啊从左往右 我们是第一组第二组还有第三组啊 从左往右一二三 然后呢嗯这里就是有这种三颗非常灵性的这种宝石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我们的第一组啊第一组这个是极光二十三啊极光水晶 他也是就是他叫极光二十三嘛 他其实就是加南大北部的一个紫水晶 但是他是特别来的 他就是叫极光二十三号啊极光水晶 这是第一组啊第一组朋友 好的然后我们第二组啊第二组第二组是一个绿色的颜色哦 这个其实就是嗯他们说的赤铁矿啊赤铁矿石 这是第二组啊赤铁矿石 然后呢我们的第三组啊第三组 第三组呢是一个啊所谓的就是这种红色和黄色的 大家之前其实有看过这个我有一个这个石头啊 就是那个澳洲的嗯碧玉水晶啊澳洲的碧玉水晶红色和黄色的澳洲的一个碧玉水晶嗯 好那这边就是我给大家选择的一个能量牌卡哦 大家可以用你们的直觉用你们的啊intuition来感觉哪一组牌哪一个石头跟你没有对应 然后呢这里就是有三个字母啊有三个字母也是可以给大家来做这个牌卡能量连接的 那么我建议就是说最好是用直觉跟啊这种宝石我们这里的牌卡做连接 如果你觉得牌卡没什么感觉然后觉得跟字母比较有连接的话 那么这三个字母也是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的啊给大家做参考 好的那么为了方便你们呢可以选出和自己能量有对应的牌卡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理想让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呢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还有信息 然后我们来问一种 宇宙请你告诉我 它对我的隐藏的感情和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嗯到底是什么 好 然后我们来深呼吸一口气 睁开你们的眼睛 看向你面前的这三组牌或者是三个字母用你们的第一直觉去看哪一个字母哪一组牌好像是在召唤你 或者是用你的直觉去感应哪一组牌跟你在能量上是有感应有对应的 嗯 那由于我们这里是大中占博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有两组牌啊有两个字母啊都觉得是有感应的话呢你可以都选择来看 因为就是说你的跟他的信息是有可能隐藏在两组牌里面的那么在两组牌里面都能够找到跟你和他之间有对应的这种信息 OK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揭晓哦你现在心里想象的那个他对你的隐藏的感情还有想法 待会见吧 哈喽大家好那欢迎呢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就是这个啊极光水晶极光23号我们把它先放一边啊这个这个你们选择的牌卡 OK然后这个字母M也是你们选择的哦字母M 好了嗯我们现在啊第一步啊 OK那我们就首先来用这个史密斯塔罗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在心里想测的或者是你心里想着的这个他他对你的隐藏的感情和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问一众啊OK好你说请你告诉我选择到呃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他们心里想着的这个他 他们想测的这个人啊他们对他就是说心里真实的感觉还有想法都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OK他们心里的感觉和想法是什么 嗯我们看一下 再一个我看看还有没有牌卡哦你知道这还有没有什么信息还有没有什么信息想要给你呢 那么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哦好这边牌卡挺多的我们来看 OK 好我们这里牌卡哦首先是金币酒的逆位 圣杯酒 圣杯十的逆位 公平公正 justice in reverse逆位 呃金币 嗯 金币八 the tower 塔牌的逆位 然后是圣杯八 tampers in reverse 这个节制牌的逆位 然后是保健三的逆位啊保健三的逆位 好我们这边有两个9 然后这里有两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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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然后是保健三 好这边我们来看哦首先这个人啊这个人他觉得有一点那种自己有点他不自信了啊这个人不自信他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你的感觉哦他有点觉得这种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首先是出来的就是金币酒逆位和圣杯酒他的心里啊内心感情是觉得很开心喜欢你啊跟你在一起觉得挺开心的而且是那种好像就是挺满足的他觉得拥有你或者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光是那种让他觉得身心很放松 然后呢又觉得自己很快乐是真的开心由内心里感觉到开心还要快乐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物质不够好啊觉得自己物质或者是觉得自己条件不够好就有一种那种好像自己配不上你的感觉啊金币酒的那一位哦 那然后呢他会是什么感觉圣杯时也是在逆位当中由于他的条件所谓的外形啊也许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或者长得不够帅啊配不上你或者是觉得自己的钱自己的物质条件不够多不够好 那么不能给你或者是他希望给你的那种生活啊或者是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够好配不上你那么因为这种心态就给他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说尽管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很喜欢你非常非常喜欢你但是觉得你们两个人不可能有未来所以他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感 那此时此刻他跟你在一起他越开心他越喜欢你他的这种恐惧感就越大就越觉得没有将来就越觉得很怕失去你很怕失去就是很怕以后那种怎么说呢 就是今天越美好未来的那种打击对他来说就会越加的严重越发的致命所以就是这种在很矛盾很极端的感觉啊一边喜欢一边又怕 我们接着来讲哦就是说我们这里justice和金币八嘛那justice是逆位金币八是正位他给我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觉得两个人在物质上是不平等的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的条件是不平等的两个人是一个高一个低 那也许你们出去啊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他也许是那个可能钱方面或者是物质条件方面又或者是外形方面可能没有你这边好 然后他会觉得说尽管你我觉得你应该可能也照顾他呀会为他着想可是或者是你觉得没关系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外形啊或者是条件方面有一点这种差距你觉得无所谓 但对方觉得不行对方会有压力啊对方会有压力你越是觉得没关系无所谓但是反而他的压力会很大他内心没有告诉你的就是这种感觉 他其实压力挺大的他觉得两个人其实是没有那种啊很一致或者是相同的那种在称上就是我们是天平两端两个人的关系嘛 他觉得你放的进来的那种价值你提供的东西提供的这种啊东西比他能给予的要多所以他会压力好大 会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这种不公平不中不公正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两碗水没端平所以他会很紧张他觉得你可以随时的抽离所以他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 那么在他心里没有安全感以后呢他能做的是什么他就是疯狂的工作疯狂的努力 这里啊 也许你们现在想凑的这个对象啊也许他此时此刻都是在那种疯狂的努力去想着如何拼命的挣钱 如何拼命的把自己的物质基础弄的再好一点啊 所以他也许有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想约的出去玩啊或者是或者是啊怎样 就是他不怎么联系啊或者是他不怎么主动找你都是有可能由于内心的这种恐惧感 他不是不希望去跟你一起他只是觉得自己有一点我们有一句话叫捉襟见肿吧 他会不会怕就是让你知道自己真的是物质条件不好啊或者是很怕自己的这种外在的条件配不上你 那每次你们一起他都会好像是相形见拙就会越发的不自信 所以他反而是想去排斥你就是有点想去不主动吧 就是啊自己一个人想去先把自己弄好好像才能配得起你们两个人或者是才能配得起你的爱啊 就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 然后呢接下来啊接下来的这四张牌我们来看啊 首先是tower in reverse然后圣杯吧 这个人其实心里有一点想走啊 我说实话这个人心里想走他是太怕啊太怕未来会发生一个什么事件你就离开他 他其实非常的担心非常担心你的离开你的离开对于他来说会是致命的啊非常非常严重 tower in reverse这个地方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给我的能量是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一些重大的改变 他的这种内心的恐惧是他的一个就是不自信所造成的啊 他可能对于爱情他自己有一些perception可能他一直觉得爱情就是要条件相匹配 然后他能够给予你相等的相应的一个价值 但他这个地方却没有他觉得他现在可能还不行 然后你又是有点就是他的理想型或者是超越他理想型的一个人他对你非常的满意 非常非常喜欢你 但是他没有办法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啊 可能就像我们所说的爱到极致是流泪吧 那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他由于太喜欢太满意所以他开始就是恐惧啊 恐惧失去得失心开始变得很重太在乎了啊过于的在乎 然后tower in reverse你们的关系并没有说有个实质性的一个重大的改变 可是他自己由于内心的这种日积月累的这种恐惧感 所以造成了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造成了他自己有点假想出来的那种未来关系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所以他与其让你先跟他说分手让他承受不了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他想放弃他想离开 他想离开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很怕 他离开不是因为他旁边有别的人选 你就是他最佳的人选 他离开是因为他怕 他觉得他自己配不上你 所以他离开想去使劲的努力 然后是这种想去使劲的奋斗 希望有一天在未来回到你身边 或者你们在相见的时候 他能够配得起你 这个人有点傻 有点傻傻的 有点傻傻的 Temperance in reverse 然后是我们的保健三的一个另位 Temperance in reverse 你们两个人的能量啊 他没有办法去融合的很好 他喜欢是喜欢 但是他觉得你们两个人可能不是一个圈子的 或者你们两个人不是一个阶层的 他会有很强的那种分裂感 就是说他觉得你是那种 他是另外一种 他会把他和你分得很清楚 他总觉得你们两个人不是一个相对等的感觉 所以你们两个人无论怎样你去跟他说你喜欢他 无论你去怎样跟他去给他安全感 可他自己的那种不安全感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所以他永远觉得跟你在一起 就像有一道不能够跨越的鸿沟 没有办法和你就是在能量方面 在心境方面做一个很好的调整 融合 能够轻松的接受 他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给予那个对等 趁另外一边对等的价值 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觉得自己不行 然后最后我们的保健三的一个女为 这边我看到是什么呢 他是自己给自己插上了心上的三把刀啊 他觉得很伤心 他恨自己 他不是恨你他恨自己 他恨自己不够优秀 恨自己不够好 恨自己不够漂亮 恨自己不够有钱 恨自己不够帅 就是这种能量 他有一点那种 有点我们所谓的self sabotage 就是伤害自己的能量在这边 所以你们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跟一个非常不自信的人 在去怎么说呢 去了解 去跟他相处 这个人内心极不自信 非常非常的不自信 嗯 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内心的一个 就是说对 你的一个隐藏的感情还有想法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内心的一些小对话 这里是我给大家提前就是准备的一些 他内心的小独白对话 在这边有很多 我们就来抽几张来看一看 他对你啊 就是说内心的一些小对话 可能是他自己对自己说的 可能是他自己想要对你说 但是又没有说出来的一些话 我们来抽准备的啊 我们来抽几个啊 这样子吧 再来个绿色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红色的啊 红色的 他对你内心 或者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小对话 我什么都有 这种感觉真好 目标超明确 怎么这么多反对意见 想谈恋爱了 想谈恋爱了 我走了不见 好 这张牌卡 我什么都有这种感觉真好 我觉得这里啊 就是一个金碧酒的一个逆味 他觉得他自己什么都有这种感觉真好 但是碰到你以后 他会有那种 怎么说呢 不够感 本来他应该是一个挺自信的人 但是碰到你的这边 我觉得他是不自信的 目标超明确 这张牌卡 我觉得就是说 他内心的戏码 你是他的理想心 甚至是你是超越他的理想心的这种 所以他目标超明确 他是真的很喜欢你的 嗯 怎么这么多反对意见 我就觉得嘛 这个人他内心其实是不自信的嘛 他会觉得有很多声音在这边 怎么这么多反对意见 也许你们的周围啊 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周围 你们的环境 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 他自己这边也许也有 他朋友圈 是不是想跟他说 你们在一起希望不大 啊 想谈恋爱了 他是真的想谈恋爱 真的想喜欢你 真的想跟你进入到一段比较正式的 比较稳定的一段感情关系当中 而且是非常认真的谈 最后一个 我走了不见 这张牌我就看到这个圣杯 圣杯吧 圣杯吧 你们之间也有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啊 这个我们现在出来这个能量 我们的保健三的这个地方 有可能你们之间有发生过一些误会 发生过误会 发生过一个争执 tower in reverse 在这里啊 我们塔牌的逆位 有可能是真的有发生一些东西 但是这些发生的 我还是觉得是误会 因为这里的两张牌卡是逆位的啊 特别是我们的tower是一个逆位 你们两个人发生的这件事情 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 所以对美有些事情或者是某些话 他是极其敏感的啊 非常非常敏感 有些事情可能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意思 但是他却把它误解 因为他很敏感嘛 所以只要触碰到跟那个点 就是想去说他不够好 或者是他他呈不上你这种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就马上那根筋就会跑出来 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说 你是不是呃不待见他 你是不是瞧不起他 你是不是不重视他 你是不是不喜欢他 啊这种感觉 所以他与其让你先让你先对他撒手不管 或者你先放弃他 你甩他 他决定先走 他决定先离开 不让自己那么痛 先离开不让自己那么痛 然后自己去使劲的去努力啊 我们这里星座信息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一个是天秤座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射手座 天秤跟射手 天秤跟射手 好我们最后呢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宇宙给你们这一段关系的一个指引信息 看看宇宙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或者是有哪些提示信息 指引信息可以给到你 帮你啊帮助你 嗯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浪漫天使神余卡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你说告诉我 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他内心想赐了这个对象 你有哪些指引信息可以给到他呢 我们这里有三张已经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三张啊 Chemistry Deception And Flirt Chemistry 化学反应 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啊 如果相见的话 如果相处的时候 你们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 嗯 所以我觉得审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可能对这个人都有点无语了啊 明明很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感觉 嗯 放一边吧 明明很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明明在一起有很强烈的吸引力 却不能够 却不能够怎么说呢 却不能够携手啊 不能够真正的在一起 不能够让对方稳定下来 总是有很多的猜忌 有很多的误会 第二张牌Deception 就是那种欺骗性的能量在这里 嗯 它是一个逆位 这里我觉得就怎么怎么说呢 就是他自己的内心有一种错觉感 就总觉得自己不配 觉得自己不好 或者是觉得你们两个关系是不是还有别人 因为他有很强烈的这种不安全感嘛 所以他就觉得说 嗯 很多事情吧 就是不是事实的 不是事实 但他就觉得那些东西是事实 就会有那种假想的感觉 也许你短信回慢一点 或者是今天忙没有跟他联系 然后过几天来找他 他会觉得不行 他会觉得不行 或者是说他觉得你可能是不是身边就有别人了 嗯 是不是身边就有别人 再或者说你可能有的时候开个玩笑 但他却会理解成 你是不是觉得他不够好 你是不是觉得他条件配不上你 所以就是有内心的那种 呃 戏码啦 我觉得他内心就是 就是他内心会有这种想法 啊 内心会有这种想法 嗯 然后他所谓的这种deception 我还看到一个这个信息 我什么都有这种感觉真好 他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那种欺骗性 就是他知道自己条件没有你好 但是由于他想要去跟你在一起 所以他是有点那种 啊 我们俗话讲的打桌脸充胖子 就是把自己弄得很好 把自己弄得就是超级包装自己 所以他是跟你在一起带一个假面 他没有办法以真实的一个样子 真实的一个条件 真实的一个情况来跟你相处 他会说一些我们所谓的吹牛 或者是说一些不是事实的话 来让你觉得他够了 让你觉得他是配得起你的 但他内心却是极没有安全感的 极没有安全感啊 最后一张牌flirt 调情的逆位 所以说他对你啊 对你这种调情的那种能量 是不那么多的 因为他有点不敢 啊 我觉得是他不敢啦 他不敢跟你去调情 让你就是觉得 就是他 为什么这个地方调情的能量是逆位呢 我觉得是什么感觉 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还是不行嘛 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就有点想 想去后撤 你看我们这里是圣杯吧嘛 后撤 他不主动嘛 他不主动 他要你主动 你主动的话 还觉得那好 那是你愿意的 不是我强求你的 那么就是相应的去推卸自己的责任 明明喜欢 明明喜欢却不主动 明明喜欢却不主动 反而是想抽离 想抽离自己的能量 想抽离自己的能量 让自己可以不用负起这个责任 不敢爱 这个人不敢爱 这个人胆子有点小 不敢爱 明明喜欢却不敢说 明明喜欢却不敢承认 嗯 所以这个地方宇宙啊 给你的一个建议 大家也是抽取的一个宝石 这个极光水 极光二三嘛 他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问一下自己内心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你内心是快乐的 还是说你内心觉得很痛苦 由于他的这种 一直怕 一直不敢承认的能量 让你很痛苦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却让你觉得很难受 此时此刻 问自己的内心 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需要是怎样的一个人 或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在你此时此刻的生命中 问自己 自己希望的是什么 他的这种抽离感 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他的这种抽离感 也有一点那种策略性了 我觉得这个人 不管是他是主观意识 自己想去用这种方法 去得到你 还是说 他本来就是内心很胆怯 所以想抽离 这边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就是说他会不会是用这种 有一点点战略性的抽离 抽身 让你反而去追他 就是本来应该是他追你嘛 但是由于他先走 他先离开 所以导致你不知道所以然 把你放在那边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你却你就想去主动去找他 反而变成了你追他 嗯 就这种 啊 就这种感觉 所以你就不要被他的这种 deception 被他的这种假面 给 啊 怎么说呢 给欺骗 或者是给 啊 误解了啊 反而让他就是 在你们的关系中 得到了那个掌控权 啊 本来应该是你这边比较好嘛 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 他却用这种方式 会不会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让你能够听他的 让他能够多一点 就是在两个人关系中的那种 掌控的那种感觉 他会更加的有安全感 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寻求自己内心的安全感呢 嗯 好 这里就是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第一组牌的朋友 这边我看到的是 他对你隐藏的感情和想法 然后内心的一些啊 他对自己内心的一些小对话 我们这里 然后是宇宙给你的一些指引信息啊 指引信息 不要被他的这些所谓的小伎俩 或者是他的这种提前抽身啊 所欺骗 要问自己的内心啊 问自己内心到底快不快乐 问自己的内心到底是想如何啊 想如何跟他在一起 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吗 还是说你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 让你觉得很累 问自己的内心啊 自己开不开心 自己快不快乐 但是这个人啊 无论怎么样 他其实是真的很喜欢你 他非常喜欢你 这里是圣杯酒啊 非常喜欢你 但是他实在是胆子太小了 胆子太小了 嗯 他可能大多数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他大多数的时间 并不是去 有很多option 有很多的那种想法 想去想别人 或者想要更好的 你就是他最好的那个选项 他是金币吧 自己去埋头苦干 弄工作 弄钱 把自己弄得更好 希望你们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让你能够更加的喜欢他 能够认可他 所以要 然后呢 由之给自己多一点安全感 好 那在这里啊 就是希望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能够确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 这个人他其实是喜欢你的 那么问自己内心 到底想不想要这个人 到底想不想要这个人 希望你们可以 大家都开心吧 然后这个人可以勇敢一点 勇敢一点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想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那欢迎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选择的是赤铁矿石 这个绿色的赤铁矿石 放这边 然后你们这里选择的字母是F 我们放这里啊 嗯 嗯 我们今天就先来用史密斯塔罗吧 我们用这个塔罗牌来看一下 你现在是你想要测的这个人呢 他对你的隐藏的感觉 隐藏的感情 还有隐藏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问一周啊 好 比如说告诉我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 他啊 就是 他对就是他们心理想策的这个人啊 对他们隐藏的感觉 隐藏的感情 隐藏的想法分别是什么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好 嗯 圣杯逝者 judgment 逆位 权杖八 逆位 圣杯七 是正位的 加上我们的 宝剑四 宝剑四 最后是一个最高女祭司 嗯 好 最高女祭司 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信息啊 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宝剑四 请你告诉我 这个人啊 这个人对他们 这个人对你们 这个人对你是什么样子的感情 隐藏的感情还有想法 好 看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四张牌是圣杯四 金币一逆位 然后是权杖十的逆位 还有金币二啊 是这样子的 OK 来看一下 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 他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前是不是有过吵架 或者有过一个 嗯 就是你生他的气 啊 这种感觉 你生气了 或者是你不想理他 然后你觉得有些事情让你觉得很很不舒服了啊 觉得这个人不行了 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对你隐藏的感觉跟想法是什么呀 他想重新开始啊 想重新开始 但是此时此刻就是这种重新开始的能量还不是那么的 还不能够完成他的心愿 他希望重新开始 希望两个人的感情可以啊怎么说呢 再一次啊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但是这里啊 我们来看嗯 好我们现在一张一张的来讲吧 一张一张来讲 首先呢是圣杯适者 然后是judgment 他想来跟你赔礼道歉 他想来告诉你啊 他想来告诉你他对你是有真情的 有就是有真心的 想要告诉你他是喜欢你的 但是这种能量信息是比较年轻一点的 就不是那种给承诺啊 那种很heavy的感觉 他反而是那种 比方说 嗯 用那种幽默的 用那种有点搞笑的 或者是那种比较轻松的聊天闲聊 或者是用别人的一些情侣 或者是电视剧里的一些剧情啊 来偷偷的跟你说一些小小的情话 就是那种不直接的 是比较间接性的 有一点像不是那么的 就是正式 有一点搞笑幽默的那种方式 来告诉你他喜欢你 然后judgment in reverse 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之前 是不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或者就是断联 或者是你生气想分手 或者是两个人发生一些事情 弄得你们关系就是 感觉就已经分开了 但是又没有真正的分开 那么这个地方他希望两个人的关系是没有结束的 他希望两个人的关系可以再一次开始 希望可以再一次开始 但是我接受到能量是你们两个人还没有真正的 就是说你没有放下 或者是你没有真正的原谅他 你没有想好要不要跟他继续 然后接下来 他对你隐藏的感情跟想法 他是怎么说呢 他不太敢有什么行动了 现在他不太敢有那种 所谓的想要去追求你 想要去跟你道歉 因为怎么呢 他不确定你会不会接受他 是这种 他不确定他对你的这种行动 所谓的跟你道歉啊 或者是跟你表达爱意啊 或者是给你买些东西啊 来找你啊 你会不会接受 你会不会接受 所以他是怎样呢 他是想那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 他不清楚自己 现在应该怎样去对待你 他不清楚你现在是如何看他的 他不知道你到底现在还是否喜欢着他 还愿不愿意跟他继续往前走 是这种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那种想法 他在假想很多你们两个人再次相遇的剧情 但他又不敢去真正的朝你走来 朝你有行动 这边他想很多 那么他自己是怎么感觉呢 就是说他有点想要去等你给他一个指示信号 就是他想很多 但他没有行动嘛 他很怕就是说走错一步 也很怕你就拒绝他了 也很怕两个人就真的就没有希望 就这样结束 所以他不会轻易的去做一个行动 不会轻易做行动 他是在等待 他是暂时的在休息 在思想上啊 或者是在他的行动上 他心里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啊 就是这种想法 幻想 但是呢 不会真正的行动 保健司在这个地方 就是休息啊 也不敢说 也怕说错 所以就没有行动 没有语言 希望你能够给他一些讯号 让他知道下部应该如何走 最高女祭司的逆位啊 他有点想要跟你摊牌 他不希望之前的那个 就是你们之前的误会 或者是之前你的那些 发现了他的那些秘密 或者是无论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有这种想要去 你有点想去 end 想去停止 不想再继续 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吧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 希望跟你做一次大的解释 希望 没有秘密 就是不希望就是 想要跟你 开诚不公的去聊 想要去把自己所有的心里话 都跟你说清楚 想要告诉你 就是之前没有告诉你的 之前没有说出口的 所有的事情 他在等待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嗯 然后啊 我们这里 圣杯四的逆位 圣杯四 然后金鼻 圣杯四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说 他觉得他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所谓的圣杯适者吧 他觉得他有给你他的爱 他觉得他愿意给你他的爱 虽然这种感情 可能对你来说是比较弱的 就是比较轻轻的 不是那种大承诺型啊 他其实是有的 但他觉得你不接受他 你不接受他 他觉得如果他去找你 他去跟你表白 或者是跟你说一些 那种 怎么说呢 是跟你说一些情话呀 来跟你就是调情呀 或者是告诉你 他很喜欢你呀 这种 他觉得你不会接受啊 所以他很郁闷的 他觉得你肯定不会接受 你肯定不会去 原谅他 肯定不会去 愿意接受他的这份爱 金鼻一的逆位 所以这段感情关系 这段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没有真正的开示 所以这里啊 选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有可能你们之前 跟这个人相处 相处了以后 你觉得可能你心里 可能当时已经觉得可以了 却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你彻底的否定了这个人 然后现在他又想跟你道歉 希望能够继续嘛 就之前走的那条路 就是说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你们的关系有一点 没有真正的正式的开始 在你们本来想要去开始之前 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 或者是突然中断了两个人 感情关系的发展 对 是这种突然中断了两个人 关系的发展 就这种感觉 金鼻一的逆位啊 没有办法再继续 新的机会的能量受到了阻碍 没有真正的开始 没有真正的开始 权杖时的逆位 权杖时的逆位 他此时此刻的感觉呢 就是说 他其实有点矛盾的 他一边想坚持 一边想放弃 他坚持是因为 他还是不太怎么说呢 他不想放弃 他内心还是不想放弃 还是想来跟你说 他喜欢你 他不想放弃 因为他觉得 之前的那件事情吧 他想把它pass掉 希望跳过那一段 跳过那一段 重新开始 但是呢 他又觉得你 不太能够放手那一段 无论是事情 还是说 他做了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还是你们两个人之间 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无论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事件 他不想放手 因为觉得那件事情 他希望跳过 然后继续开始 他想放手是为什么 他觉得他在苦苦的坚持 他觉得自己在苦苦的去 拼命的想抓住 两个人的这一段关系 希望能够开始 不要就这样 结束 不要就这样结束 他还有一些话 没有跟你说 他还有一些事情 没有让你知道 他觉得 很可惜 他觉得很可惜 所以他又不想放手 不想去放弃 最后啊 金币二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是这种矛盾的心态 矛盾的心态 一边想去放手 因为他坚持的挺辛苦 又觉得没有希望 一边又不想放手 他觉得可惜了 他觉得其实是有一点喜欢你的 或者他觉得 其实是两个人可以的 有机会的 其实他是觉得有机会的 但是却没有办法 他不知道该如何 这个人的能量就是这种 大家看 金币二跟圣杯七在一起 金币二跟圣杯七 两边 两边掂两 两边去权衡 两边去想 到底怎么办 行为 你看 权杖八这种 真正的行为 是逆位的 想的多 心里想的多 幻想的多 做的少 圣杯 这个保健四的这个地方 他却没有行动 真正的是没有行动的 没有行动 就两边晃 嗯 两边晃 好 然后这里 嗯 OK 他喜欢还是喜欢你的 但是我就觉得 你们两个人关系 是在那种 有点像夭折的感觉 没有真正的开始 就 就好像就没有开始 就是走过一段 走过一段的关系 然后呢 觉得 其实应该是 你们之前挺好的 好像就要开始了 金币 好像就要开始了 好像要真正的往前走 却在那个 关键的时候 或者是 哪里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出现了一个问题 然后你就觉得 彻底的否定他 或者是两个人的关系 就不得不停止了 你没有办法接受了 这个人 想告诉你所有的事实 想告诉你所有 关于他的秘密 他有秘密 之前对你有所隐瞒 所以你很 你很烦 你不再相信这个人 就是这种信任感 没有了 你对他的信任感 顿时就没有了 但他现在就想弥补你 想要回来找你 想要告诉你 所有的事实 所有的事情 跟你坦白 然后两个人可以 继续往前走 那你要不要接受他呢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小对话 我们来用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小对话 看看他在跟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内心里面 他在想些什么 他真正的他的想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选这两个 这两个不要 我们再来选一个红的吧 这一个 好 这两个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绿颜色的 我们再来看个绿颜色的 嗯 选个绿的 这一个吧 好 这个 哦 sorry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内心的一些小对话 有哪些呢 从这个开始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好我想一个人静静 这一个 想一个人静静 不想再去想你了 两碗水要端平 然后 这一个 那就要慢慢来呗 好 夜不能寐 你给我等着我要报仇 这个能量好强啊 嗯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最后就是 我到底该怎么办 嗯 好 这里啊 我想一个人静静 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就是 不知道该如何 不知道该如何 想自己去思考一下 独立思考 下一步该怎么办 该如何处理你们的这一段关系 不想再去想你了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人想你想的很多 啊 非常的思念你 他没有办法想出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不知道如何该把这一段卡住的关系 把它给推进 让你们顺利的可以往前走 那就要慢慢来呗 所以他选择 所以他选择不再去快的跟你解释 不再这种 以轻松的能量去 不断的跟你解释 不断的向你啊 赔礼道歉 然后你又不接受他 他决定慢慢来 啊 他决定慢慢来 这个 凉碗水要端平 这个地方就有点公平公正的感觉 就是说他觉得自己付出了 那么你可以给他一些回应 然后呢 希望你可以啊 哦 这个啊 两碗水端平 大家看这个 金币二在这个地方 两碗水端平 他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别的事情 之前阻碍你们的信心 是不是因为他有别的事情 让你觉得你没有被重视 这个时候他就是说想两碗水端平 是不是因为家庭 他的家庭 或者是他的朋友 他的工作 他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完成 需要他去做 于是你会觉得 你没有受到重视 然后觉得这个人 你不能够跟他继续 或者你是又生气了 就是他总是不能够陪你 然后你就很伤心 你觉得不舒服 但他这里的能量是两碗水要端平 就是一边要谈感情 对你的感情 一边也要去 照料别的事情 那无论这个事情是什么 嗯 好 然后这里啊 夜不能昧 夜不能昧 他没有办法 其实他很他很纠结的 他很纠结 他其实很希望你能够理解他 你给我等着我要报仇 这个可能就生气了吧 是不是因为他来跟你 就是说他来跟你说 他其实是 无论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 告诉你 其实他在乎你 他喜欢着你 但是你就拒绝得很厉害 是不是心里就出现了这种 我要报仇啊 觉得你把他拒绝了 最后一张牌 还是这里 他纠结嘛 我到底该怎么办 他不知道该如何 跟你两个人继续 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是放手 还是说离开 他其实还没有想好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是放手 还是离开 还在掂量着 还在权衡着 还在想着 想着他头疼 夜不能昧哦 嗯 夜不能昧不想再去想你了 你看他想 每天晚上都在想 嗯 到底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选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他内心的真正的一个想法 终极的一个就是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做决定 没有办法做决定 然后你这边 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所以他就纠结的要死啊 他不知道是应该还继续 还是说算了 因为你又不接受他 胜背死 你不接受他嘛 他不知道应该是再坚持 再努力一点点 是不是就会有你的回应 还是说 还是说就算了 还是说就算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宇宙啊 宇宙给你的一些指引信息 我们来看这里啊 浪漫天使神谕卡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指引信息 或者是宇宙给你的建议 会有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哇塞 这个牌就直接出来了 化学反应 还有wedding结婚牌 好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这排卡都是飞出去的 来吧 retreat express your love 好 这里呢 我其实有听到两个信息 这个地方我们是大众占卜啊 我还是要说一下 首先啊 我们首先 我们来说就是 这个人呢 有可能你们两个人 也不是说刚刚开始吧 有可能走过一段 肯定是走过一段 但是不一定就是真的那么早期 你们走过一段 然后呢 有一些 怎么说呢 大家可能就已经是确定过关系 但是呢 就没有到commitment 到承诺 就无论大家是哪个阶段吧 大家自己对应哦 因为我们这里是大众占卜 就说之前走过一段 然后又有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继续 那么我们感情分为很多阶段 就是在下一阶段的这个推进的地方 之前出现了一个问题 宇宙在这里给你的信息是 chemistry跟wedding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肯定是很有感觉的 非常喜欢对方 非常的有吸引力 wedding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说 你们两个人真正要去的地方 或者是未来你心里计划的 是wedding 是结婚 但是由于一些事情的发生 你发现这个人是不是就 或者是说你跟他说你想结婚 但这个人没有给你明确的答复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 好像不是你理想中的这个人选 他不能给你这个 所以你们两个人有这种 突然好像就是那种契约关系 或者是两个人的目标不一致了 你会有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很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这种断开的感觉 judgment 断开了 那么他想告诉你的是 我是爱你的 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是说我现在 其实他也是可以结婚的啦 这个人可能当时你跟他说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给你那个承诺 没有办法啊 或者是他当时没有想好 所以你一提 把他弄得就有一点啪啪的 压力很大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啊 我们这里当中占卜 还有一个信息 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隐藏的秘密 隐藏的这个秘密 是你们两个人走得非常好 我们这里的大众占卜 这个信息是 大家能对应就对应 不能对应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有一些朋友啊 有一些朋友 你们两个人没有真正的开始 在感情的前期 秘密是什么 你发现这个人已婚 你们两个人很好啊 走得很好啊 他没有告诉你他已婚 你们两个人就是开始了 两个人开始发生感情关系 就是开始有感情啊 开始你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的 结果你发现他已婚 他其实是有结婚的 结过婚 或者是他已经就是 有一个那种未婚妻 在那里等着他 所以你这边的秘密 发现以后 你就不干了呀 你就抽离了 肯定是这样子的啊 你觉得不行啊 这个人 好 retreat retreat是什么意思 他抽离嘛 这个retreat就休息嘛 休息保健四嘛 这个休息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你这边 又有可能是他这边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 想去谈最后的commitment 承诺 但是没有谈拢 第一次没有谈好 那么就是大家都需要去考虑 去抽离 把自己的能量收回来 你也是这样 他也是这样 考虑好 要不要继续 要不要去结婚 因为如果想要去开始 重新开始 就肯定必然会谈到结婚的问题 他愿意给你这个承诺吗 你愿意接受这个人吗 那么如果这个人是隐婚的状态的话 如果是隐婚的话 那么肯定是要抽离 你这边肯定就不愿意再跟他在一起了 肯定是要抽离的 最后 express your love 这个人啊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也许他的隐婚 也是因为他跟那个人 他就是未婚妻 或者是老婆 就是可能是已经有到了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 但是无论是怎样 还是不对 还是不对的哦 嗯 anyway 我就不judge这个啊 就是这种情况 retreat express your love 表达你的爱 表达你的爱 嗯 这个地方 这个人肯定是要表达你的爱的 这个人肯定是对你是有感情的 这里已经有两张牌合都是在表达爱 两张牌合都是在表达爱 身悲骑士 身悲适者和身悲死 都是表达爱 但是你不接受 表达爱你不接受 或者是 表达爱 你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考虑好 到底跟他要怎么办 以后未来会怎样 嗯 所以这边要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看你们自己情况的对应 宇宙在这里给你的建议还是一个 怎么说呢 先休息 先想好 retreat retreat first 先休息 先想 啊 把自己就是说 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考虑清楚以后 再表达爱 但是这里还是 宇宙给你的建议还是表达爱 嗯 表达你的感情 婚姻 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是一个必谈的问题 啊 是一个必谈的问题 两个人 由于这个婚姻相关的事件 啊 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有这种 所谓的不明朗 啊 不明朗未来了 不明朗这个关系了 嗯 好不好 OK 那这里就是这个哦 哦 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啊 你们抽的这个铁矿石 铁矿石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重生 从那种混乱的局面中重生 给自己解压 啊 给自己解压 然后是冲破一些挑战 然后可以重新开始 这个铁矿石你看 它就是这样子的呀 在一个这种铁矿石的下方 是这种铁嘛 看起来是一块石头 比较普通的 但是真正你把它磨开以后 它却是最刚的 最坚强的那块铁 是很硬的 啊 非常厉害的 所以就是重生感啊 从混乱中重生 排解自己的压力 然后呢 可以冲破挑战 成长起来 让自己成长起来 OK 那这里就是所有的信息了 选择到第二组排的朋友 对方对你的隐藏的感情跟想法 隐藏的感情跟想法 嗯 好 看大家接不接受它吧 看大家愿不愿意接受它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 那欢迎选择到第三组排的朋友 你们呢 选择的是这个 澳洲的碧玉水晶 然后这里是字母J 我们放这边 好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先来用这个 斯米斯韦特塔罗牌 来看一下 它对你有什么隐藏的感情 隐藏的感觉 还有隐藏的想法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来看 那宇宙经理告诉我 选择到第三组排的朋友 他内心想测的这个人 对他有什么隐藏的感觉 隐藏的感情 还有隐藏的想法 第一张牌 权杖国王 力量排的逆位 圣杯2 好这里 塔罗牌 金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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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这个 The Hierophant 大主教 好我们继续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还有什么牌卡呢 他对你隐藏的感觉,还有想法,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你隐藏的感觉和想法 好,ok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那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你们心理想测的这个人 他的控制欲有一点强 也有可能是一个有一点强势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我们来分别来讲啊,一张一张牌卡的来讲 首先是以权杖国王的逆位开始 这个人他的目的性蛮强的 而且他是那种有点小霸道 有点小那种觉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想把他给得到手的感觉 权杖国王逆位的 然后是strength力量牌的逆位 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跟你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肯定是能量比较不同的感觉 就是阴阳两极嘛,阴阳两面 那你这边是比较温柔 他那边就会是比较强势的 他想去把你,就是他有点想控制你了 他有点想去让你能够臣服于他 或者是说能够让他更有控制的感觉 因为我说这个人他的控制力很强嘛 所以他不太希望你是那种可以溜走啊 或者是你可能还去看别人啦 或者是说你可能还有自己的很多想法啦 这种他其实是希望你能够听他的 你能够崇拜他 你能够就是那种很听他的话啊 是这种感觉 那他在这个地方我感觉到就是说没有这种 他觉得不能够把你很好的控制的住啊 这种,所以他会有一点 应该这个人是心里还是蛮烦躁的啊 然后呢是圣贝尔 那么圣贝尔作为你们的牌塔这个地方啊 在中间这个位置 我觉得你跟他两个人呢 虽然很不同 但是却很喜欢啊 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人 就是大家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想测的这个对象 也许是一个你们 不是你们的一个 呃怎么说 你们期待的一个对象 也许这个人比你们想象的一个恋爱对象 要霸道一点 要强势一点 要那种感觉更加的那种 风险更大 就是说你们可能一直希望的是一个比较 呃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和一点的那种感觉的人 但是这个人却是一个有一点火爆脾气的 有一点那种啊 风风火火的 是你一个你们觉得不太敢尝试 但是却尝试了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说你们可能对自己 比方说你们之前的恋情 那种一般都是某种形 某种形象 某种性格的一种人 那么这个人会是一个 就是第三组嘛 你们现在想测的这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你们 感觉是啊 不太一样吧 跟你们往常以前交往的对象 不太一样的一个人啊 不太一样的一个人啊 但是你们还是愿意去跟他尝试 并且我听到的声音是你们其实也接受这个人啊 愿意跟他呃 试一试然后呢 很喜欢他对方也非常的喜欢你 你们甚至之前已经有过那种啊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是明确还是说心里承认只是没有说出来就是两个人已经是有那种互相喜欢的一个感觉了的就是已经在感情方面是定了就是互相喜欢啊这个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让你们觉得有点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的发展或者是说开始不明朗未来呢 这里啊 the tower我们看到的这个塔牌 嗯发生了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是你们两个人都不知道是啊怎么回事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有点像我们2020年的冠状病毒啦 有可能是突然的换工作啦 或者是突然的一个什么事件啦 让你们两个人啊让你们两个人本来觉得啊比方说你觉得这个危险的这个人 你觉得愿意尝试愿意接受 可是就在你觉得两个人好像稳定了 两个人定下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件事情 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给就是怎么说呢发生了一个变化吧 发生了一个变故吧 好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 他觉得你过得很好啊 他觉得你过得很好 你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我们这里是金碧酒 一个人也可以把自己打理的好好的 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感觉 他在这里是大主教嘛 他需要去有那种 他希望你迎合 或者是他希望你能够 更多的去 就是他希望你能够追随他 这个地方我感觉到啊 这个事件有可能是异地 有可能是分离 有可能就是在物理距离上有分开 让你们两个人不能够在一起 然后你过得是OK的 你觉得啊 就是说我觉得你这本能量是把这个能量收回来给自己嘛 你觉得可以自己可以打理的好 自己能够过得好 他这边啊 他这边他就不干了 他是什么感觉呢 他希望你能够追随他啊 他希望你能够追随他 希望你能够怎么说呢 有一点想就是那种牺牲自己 然后去不能说是成就他 就是说牺牲自己 然后能够更多的去将就他 对将就他 更多的是你这边想要去 他希望你能够compromise 你去为了他去退步 但是我看到的事情是好像你这边并没有这种能量哦 也许你就是自己过好自己就OK了 然后这里啊权杖石 他压力很大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觉得我听到心事 你这边 你们两个人就是感情就觉得OK 你们是互相喜欢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把你们两个人的能量有那种突然有那种变化嘛 有很多就是这里听大龙战步嘛 有一部分朋友是分隔两地 没有办法在一起 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或者有一个人必须得离开 异地 又或者是说有一个什么事情 比方说父母社会 就是那外界的因素 让你们两个人不能够很好的在一起 这个地方我听到是 你可能觉得无所谓 你觉得无所谓 你觉得你可以自己过得很好 你觉得你可以把自己打理的好 你看他的行动 他希望你追随他 希望你能够不放弃他 希望你能够 如果是异地的话 他希望你去找他 如果是因为社会关系的话 他希望你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然后呢去更多的去包容他 更多的去 怎么说呢 为他去做一些调整吧 但是呢你这边我觉得 不一定你会很愿意做这些事情 也许你这边的感觉是条件很好 你甚至可以跟他分开 然后再去看下一段新恋情 也有可能是说 你这边觉得就应该他主动 就应该他追你 就应该两个人互相的去做一些调整 这个地方 他的压力很大 他这边其实有去想过了 这边是第三组牌的朋友 他有想过去 怎么说呢 他有想过去放手 他想过放手 他也想过坚持 这个人在这个时这个地方 他还在纠结着 你们的关系将会迎来一个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现在没有 未来会有 近期未来会有 他必须得做一个调整了 这个人要么坚持 就是说坚持的意思是 他不是想要你去follow他吗 去跟随他 但是这个地方我听到心意是 他需要去compromise你 就是说他需要去 他调整 来按照你的方式去做调整 他想过去放手 那么他会不会放手呢 我们这个地方继续往下看 judgment in reverse 他其实有觉得 这个新的开始 或者你们两个人 感情关系的下一个阶段 那么此时此刻 你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感觉 下一个阶段 就是我觉得选择到第三组的牌的朋友 你们要么继续往前走 走到更加 所谓的感情更深的地方 或者是说 关系越来越好 甚至是像这种承诺 结婚啊 这种往前 往前进 往前进 要么就是分开 所以这个地方 他会来做一个决定 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他必须做决定 而且他已经到了 不得不做决定的一个阶段了 权杖时 要么坚持走到底 要么放手 judgment 还没有办法 他还没有办法想好 没有办法决定 到底要如何 所以他现在状态是什么呢 休息 meditation 疗愈 healing 去想该如何 该怎么办 该如何 该怎么办 这个地方 我还听到一个信息哦 这个 你们的阻碍信息的tower 有可能是社会给你们的 有可能是社会给你们的 你们的感情没有问题 他绝对是跟你两个人互相喜欢 然后呢 他很爱你 然后你也是喜欢着他的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个tower 要么是异地 要么是社会 家庭 这是这种给你的 给你们两个人关系的一个挑战吧 嗯 有一方是觉得无所谓的 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 所以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改变自己的一些东西 但有一方就不一样了 有一方是很需要对方能够配合自己的 因为他会更在乎 他想要那个结果 这个更在乎的这一方 需要去做调整 他必须要想好 是继续坚持 还是说放手 嗯 所以你们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 能量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strength这里 还有我们的金币酒和大主教 两个人的能量非常不同 一个人是比较自信的 就是按照自己的能量去 就能像小地球自转嘛 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自信的 就是那种感觉很富足的 心态很富足的 另外一方希望对方能够将就他 能够去 有点像是崇拜他的感觉 希望是这种 嗯 但是呢 一方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人 他是以自己就很center嘛 他很 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 而不会因为他去改变 但是这个地方 你们的能量 要想真正走一起 还是需要有一些调整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的内心 他是爱着你的 而且他觉得你也喜欢他 是这种感觉 所以 他就要做决定了 这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的一个状态 还有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他必须做决定 他的想法是他必须做决定 而他想做决定 但是这个地方 他没有想好 选择第三度排的朋友啊 他还没有想好 他不知道这个决定应该如何下 好 我们现在来具体的啦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 他内心 他内心的一些小对话 我们来看他内心有哪些小对话 我们来看一看哦 看看他内心 他跟自己是怎样去对话的 关于你和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先放这边好了 我们来抽一些他内心的小对话 这里是这些 我想要这一个这个不要 然后是这些好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个 成功了 成功了 第二个 清楚明了 哦 可能他现在是 好的 我们再去看完 我们来看完 他是什么样子的 让我冷静的换位思考一阵子 真的是这种感觉 嗯 好 我们再来看 成功了 清楚明了 让我冷静的换位 这个 飞来跟你表白 那他还是真的很喜欢你哦 嗯 跟你在一起 我好开心 OK 那很明显了 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这个人他想下的决定 想清楚清楚明了 这个地方 judgment in reverse 和这个保健司 他冷静思考 换位思考的 这一个 结果是 跟你表白 啊 飞来跟你表白 然后原因是 跟你在一起他很开心 跟你在一起他开心 这个事件 这个让你们 让你们不舒服的 让你们关系 必须得改变的这个事件 啊 这个事件 让他怎样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事件 对你是不利的 啊 对你不利 他是怎样 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 他是想你 想你这件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是怎样的心态 你会是如何去面对 对于你来说 是怎样的影响 然后他可能想好以后 最后的结论是 结论是 他不愿意 让他之前的这种 成功的表白 或者是之前两个人的 这种关系 打好的基础 就是 放弃 他不愿意放弃 他不愿意放弃 他抓得很死 在这种 疗愈和冥想中 他清清楚楚的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飞来跟你表白 跟你在一起 我好开心 他很喜欢你 嗯 所以这个地方啊 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如果他现在还没有过来 因为我们这里的 judgment还是一个逆位 他现在可能还没有过来 但是他心里 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心里是喜欢着你 而且觉得跟你在一起 他很开心 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就会是跟你表白 飞来跟你表白 他想好以后 当时机成熟 当条件OK的时候 他就会来跟你表白了 让你知道 他是真的很喜欢你 跟你在一起 我好开心 他会很想你哦 嗯 他会想你 好 我们最后啊 来用这个宇宙的 Oracle Cast 这个浪漫天使神语卡 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指引信息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宇宙给你的指引信息 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 飞出来的第一张牌 先爱你自己 先爱你自己 好 我们再来看 好 第二张牌 Religious Factors 终于好好好 我们这里出来的原因啊 宇宙在这里 告诉你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一个吧 这边有点多 Keep an open mind Flirt Healing family issue 哦 还有一张牌啊 Give your relationship a chance OK 所以这里有选择到第四组牌的朋友啊 你们这里哦 Religious Factors 你们的信仰 你们的环境 你们的社会圈啊 这些东西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啊 你们的价值观 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 有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那由于这些事情导致了在你们这里可能感情走到一定的阶段 你们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些不同了 Religious Factors 嗯 对 你们的精神层面 你们的信仰层面是有一点不同的 那么当你们的关系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会让你们觉得 哎 不对呀 两个人怎么会是这个地方是不同意的 不协调的 所以会有这种tower 发现两个人的这个不同 包括我们的大主教 关于我们的宗教信仰 包括我们的生长环境 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坚信的一些 呃 观点 或者是价值观 这些东西 突然就会有一个这种 让你们觉得不是很一致的感觉 所以你们就开始有这种tower 开始要去调整你们的能量信息 也像是一个宇宙给你们的一个 呃 所谓的一个测验吧 看你们两个人愿不愿意去融合 愿不愿意去互相的调整 这边呢 首先爱自己 和你们抽到的这一个澳大利亚的 呃 避玉水晶是一个意思哦 就是说要去 自己的那个力量 我们这里经壁酒 啊 就是claim your own power 你自己的力量 爱自己 清楚自己代表的是怎样的一个 呃 一个形象的一个人 自己的底线是什么 呃 自己是值得爱的 自己是自信的 自己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要相信自己 flirt 还有healing family issues 可能你或者是他 其中有一个人 童年中有一些 呃 怎么说 家庭带来的一些 呃 因应吧 然后这个地方会影响到你们的爱情 呃 也许是 他 啊 也许是他 对于爱情 他是不是很抱有那种 乐观的心态 但是因为他非常喜欢你 所以这一次他选择勇敢 呃 也许他选择勇敢 选择去 改变一些他的那种成就的 或者是改变一些原生家庭 带给他的爱情的一些错误的 或者是说 那种有点不太健康的一些想法跟理解 啊 那么你给他带来的希望 他想改变 啊 他想改变 同时在你这里也得到一些疗愈 啊 flirt in reverse 这个地方我听到心音室 由于他这边还没有想好嘛 嗯 他还没有想好下一步要怎样 所以这边你们的这种flirt 调情 再往下走的这种有激情的东西 会暂时得到一个 呃 能量上得到一个就是 暂停 啊 暂时的是一个暂停 没有太多的flirt 啊 也许你们的交流也不会有太多 之前是蛮多这种flirt 有这种情话呀 然后圣杯二啊 表达自己的爱呀 那现在呢就有点这种停顿的感觉 flirt 停顿下来 因为还没有想好 接下来要如何 你说给你的建议是两个 首先 keep an open mind 就是说还是要有这种 呃 心 要宽一点 心宽 啊 心要宽 你要有 就是怎么说呢 对自己的原则底线要坚持 但同时也不要被 所谓的一些框架所限制得住 因为这里他给你的信息是 给你的这个关系一个机会 啊 give your relationship a chance 这个人是一个你的 怎么说呢 你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伴侣吧 就是他还是非常喜欢你的 你们这里有啊 圣杯二 他很喜欢你 而且你看 他是愿意为你换位思考 愿意为你做调整 愿意为你做改变 尽管你们这里的一些religious factors 就是宗教的信仰方面的东西不一样 他愿意为你去做调整 愿意为你去做改变 还有他自己所带来的一些原生 家庭给他的一些啊 所谓的儿时的阴影 这种一些概念一些东西不一样 那么他是愿意为你做调整 愿意去疗愈自己 然后和你走到一起 以一个最健康的 最积极的一个心态 最好的一个样子 来到你的身边 所以你这边呢 宇宙给你的信息是 跟他一起努力 跟他一起去朝着这个两个人的这种 partnership 两个人的关系 一起去做努力 也要给他些机会 倾听他的一些想法 他愿意为你换位思考 那么你这边是不是也应该为他去 就是说换位思考 也能够理解他的立场 然后来到一个中间的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点 然后好好的走下去 嗯 OK 那这里就是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这里 他对你的隐藏的感情 感觉 还有想法的能量信息 那我非常的希望 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以就是和 你们心爱的这个人 能够走到一起 走到最后 好啦 那我今天就想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